哈喽大家好 我是吉尔环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呢 要给大家带来一个 Mango的购物分享 那主要呢 是想分享一些外套类的单品 还有一些比较基础类的单品 那让我们就话不多说 赶紧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第一件呢 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个条纹的针织 我特别喜欢条纹的毛衣 我觉得穿上之后呢 特别的随性好看 那这件呢 它是一个很宽松的版型 特别圆身子有好 它是一个落肩的款式 特别的宽松 长度呢 是就比较短一点的 但是我平时穿的时候 还是比较喜欢 把大家塞进去一点 这样穿呢 会看起来比较利落 上面呢 是有一个小Polo领子 就是比较有看点 但是呢 又算基数款的一件毛衣 那像这种毛衣呢 就搭配牛仔裤 就很好看了 那这条牛仔裤呢 是Bootcut版型的 穿上之后特别显腿长 而且呢 就很显腿直 是来自Girlfriend这个品牌的 而它的长度也是 刚刚好倒脚面 穿乐肤鞋什么的 就特别的合适 那这套的一个完整搭配呢 就是再加一个羊毛的西装外套 还有帆布包 这么搭配的话呢 就看起来比较干练利落 就是比较精神的一身搭配 然后呢 是这条棕色的西装裤 它是一个直筒的版型 有一点点拖地 我穿运动鞋的话 差不多到我脚面的位置 如果穿一个带根的乐肤鞋的话 是比较刚好的 它的面料呢 是带一点点羊毛 所以是比较厚实的一个 就是比较适合秋冬穿 上面呢 我是搭配了一件棕色 燕麦色白色的毛衣 然后跟这个裤子还是挺配的 是属于这一身的颜色 特别的暖 就很舒服的一个配色 这身完整的搭配呢 我是外面配了一个 同样是棕色的大衣 这是个羊毛大衣 然后这边呢 就比较空 所以我搭了一个羊绒衫 因为我本身围巾的数量 不是特别的多 所以我一般都用这种羊绒衫 当作一个围巾 因为它比较薄 而且又保暖 然后披在上面 就完全不会觉得特别的厚重 就觉得脖子这边太满 然后这么搭配的话呢 既有层次感 而且呢 在颜色上面也是比较呼应的 这次呢 我是买了两条牛仔裤 一般冬天 我都会选择这种 稍微长一点的 像bootcut版型的 或者是稍微长一点的 直筒裤 因为像这种牛仔裤呢 因为它比较长 所以搭配 带一点点根的靴子 就很精神好看了 就显得腿特别的长 而且它的面料呢 是稍微硬挺一点 就可以很好的 把我们大腿根的肥肉 就包住 包裹性非常的好 那这一条呢 它的颜色是复古蓝 搭配任何颜色的上衣 我觉得都挺好看的 那这件毛衣呢 是我从H&M买 它是一个燕麦色的 它版型特别的好 觉得它是属于比较宽松的版型 但是穿上之后呢 就真的是一点都不显胖 而且它可以硬给你 熬出来一个锁骨 它的膏领呢 做得也刚刚好 就不会说特别的高 像我们这种脖子特别短 而且脑子有点大的人 就很适合这个高度 而且它是这种带竖条纹的 就可以把我们的脖子显得比较细 那这一身呢 就是属于就特别的简单 而且呢 外面搭配一个大衣就可以出门了 也不用带围巾 属于非常干净利落的一套 那这条牛仔裤呢 是黑色的直筒牛仔裤 它的长度呢 是属于刚刚好到脚面 比如说穿平底的靴子 或者是乐福鞋 都是OK的 就是比刚刚那条稍微短一点 然后这条呢 它是特别直筒的一个版型 它特别好的可以能遮盖我们腿部线条的缺点 我觉得穿上之后呢 是比较显瘦的 那这身呢 我是搭配的一件白色的羊绒毛衣 前面是带两个大口袋 就非常可爱的一件毛衣 我觉得像这种黑白配的配色 就比较经典 也比较实穿 下面一件呢 是这个皮质的连衣裙 那这个连衣裙呢 它的款式非常的极简 就是一个one piece的款式 上面呢 是一个方领 所以我里面搭配了一个带领子的羊绒衫 它虽然说是人造皮 但是摸起来特别的软 而且呢 很有光泽感 长度呢 是在膝盖以上 就是一个A字短裙的长度 像这种简简单单的全黑搭配 我就非常的喜欢 下面呢 我是搭配的丝袜 那这个丝袜呢 我就非常安利给大家 因为这个丝袜呢 它穿上之后超级的保暖 而且呢 显得腿很细 就我本身腿其实没有这么细的 但是穿上之后呢 它就显得无敌细 就跟筷子腿一样 而且呢 冬天穿又很保暖 很舒服 鞋子呢 是来自韩国的一个品牌 叫Trenton 我还蛮喜欢的 然后就是一个一身黑的搭配 出门的话呢 我会再搭配一件棉服 这件棉服呢是带灵格的设计 那今年呢 像这种带灵格的棉服特别的火 穿上之后呢 我觉得也是蛮好看的 因为它中间呢 是带一个腰带的 穿上之后呢 就不会特别的显胖 就是看着跟冰马俑一样 这件的效果就蛮好看的 而且它上面呢 是一个圆领 就是很利落的一个款式 然后呢 我还会带一条围巾 因为它上面没有领子嘛 我觉得还挺冷的 所以呢就搭配了一个 这种灰绿色的 然后包包呢 选择的是BB的这个枕头包 那这身呢 是属于上半身 看着非常的宽松 但是呢 它是带一个腰带的 所以不会显得特别的臃肿 然后下半身呢 又是一个丝袜配靴子的设计 所以上松下紧 特别的显高显瘦 那接下来这几件呢 都是外套类的单品 先说这件吧 这件是我这次收到的 最喜欢的一件 我特别喜欢它的版型 它是这种双排扣的 西装外套的版型 但是它做的特别的厚实 冬天是绝对可以拿出来穿的 它的肩部呢 是带一点点小垫肩 就不会特别oversize 很夸张的那种 就是不会影响我们的比例 它的长度呢 是稍微有一点点长 差不多在这个位置吧 所以这件外套穿的时候呢 我一般都会搭配这种 显腿特别长的牛仔裤 就是我刚刚说的一条黑色的 因为它长度很长 再搭配一双带一点根的靴子 就整个会把我们下半身的线条拉长 所以再穿这种稍微长一点的西装外套 就不会特别的压个子 它的颜色呢 也是特别好搭配的这种深坨色 就怎么穿都不会错 那我今天呢 是做了一身全黑的搭配 里面这件呢 也是mango的 但是不是我这次买的 是我上次买的 然后上面呢 是带一个小高领 就是在我脖子三分之一处吧 像我们这种脖子比较短的 穿这种小高领 就不会就显得特别的局促 配饰呢 是搭了一个这种金色的项链 这整身搭配呢 是比较简单高级的 那这身的包包呢 我会选择黑金的凯旋门 那整身呢 就只有黑和棕这两个颜色 也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一个风格 就很极简风 我头发呢 也会把它扎起来 因为最近的头发 就到了一个比较尴尬的长度 然后把它梳起来呢 就是弄一个八字刘海 这样的话 就跟这个风格也是比较搭的 下面一件呢 也是一个西装小外套 是一个短款的 千鸟格的 然后它的领子呢 是这种直上直下的 就版情非常的利落 就没有一些啰啰嗦嗦的设计 它的长度呢 是差不多在我们腰线附近的 像这种短款小外套 穿上之后 特别的显我们的比例 那我上一支潮流趋势的视频 有说过这种短款小外套 是比较流行的 它面料呢 就不如刚刚那件后 所以我觉得不太能过冬 但是我觉得现在穿还是OK的 然后呢 就是这一件千鸟格的小外套 是今年特别火这种小香风的 然后Celine今年也出了很多这种外套 就算是一个平替吧 但是呢 这款我是真心不推荐给大家 如果就黑五打折的话 大家也最好不要入这款 首先它的千鸟格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是这种蓝色跟棕色的 也是比较吸引我的一点 但是你看它这个扣子太大了吧 你看就整个在我身上的比例 就好大一颗扣子呀 而且它这个小外套也完全没有扣子 根本就扣不起来 就是穿个时髦 然后它整个的样式 我觉得也不够经典 我还是推荐他们家 黑色或者是纯色的那款 我觉得每年拿出来穿一穿 也是OK的 那这一件呢 因为今年比较时髦 我可能会觉得它比较好看 但是你明年或者是后年 再把它拿出来 就不一定喜欢了 然后呢 就是这件颜色超级美丽的大衣 它这个颜色呢 是比较偏祖母绿一点 就稍微复古一点的颜色 它是一个H型的 扩型的大衣 所以里面穿到厚一点 或者穿一个厚的毛衣 都是完全OK的 下摆呢 是到小腿肚子 像这种特别长款的大衣 我一般都会搭配这种 稍微高筒一点的靴子 这样的话呢 就下摆看起来是比较流畅的 它的面料呢是75%的羊毛 像Mango很多大衣 其实它的羊毛含量都不是特别的高 那这件呢 还算是挺高的 穿上之后呢 也是比较有高级感的 然后我里面穿的是一身白嘛 然后穿白色可以更好的 把这个绿色凸显出来 就是更出挑一点 最后一件大衣呢 是这个驼色的简形大衣 那这个大衣上身的效果呢 我觉得是不如官网看着好看的时候 而且它比较啰嗦 这边有个口袋 这边还有一口袋 而且它袖子是属于比较短的 就是穿上之后有点尴尬 像我们这种比较原身子的身形 我觉得穿这种大衣就没有什么优势 我觉得上师还挺一般的 它的面料还是挺不错的 是75%的羊毛 跟刚刚那件绿色的一样 我觉得整个的面料还行 就是它这个版型 不是我特别喜欢的 它的长度呢 是在膝盖以上 它这个版型比较适合 身材娇小一点的 就小个子的同学 因为我觉得它长度做得刚刚好 就还行吧 但是这件我肯定是要退的 没有那件绿色的好看 最后呢 就是一顶帽子 还有一双厚底鞋 这个帽子呢 它是一个稍微厚一点的材质 就比较适合秋冬的 像我现在就是基本上出门 就如果不化妆的情况下 我都会戴一顶帽子 而这个帽子还挺好看的 它不仅有这个灰色的 还有一个棕色的 我觉得都是适合现在这个季节的 它这个帽子型做得还OK 就不会特别的小 因为欧洲人的头都比我们稍微小一点嘛 就他们戴可能正好 我们戴可能就显得脸特别大 而这个呢就还OK 就它的帽颜做得也挺宽的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这双厚底的牛津鞋 那这双鞋呢 我已经穿过几次了 觉得它整个的搭配性啊 还有舒适度都非常的好 就虽然说它看起来呢 是有一点硬的这种亮皮 但是它穿进去之后 其实还可以 我还穿它就是走了会儿路 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那唯一一点要注意 就是它有一点偏小 尤其是对于脚面比较高 脚比较宽的人来说 一定要大半码 至少大半码吧 不然的话穿上之后会非常的紧 那我这双呢 其实就有一点点买小了 如果我穿一双特别厚的袜子 可能会觉得有点紧 但是我觉得还OK吧 那这双呢 特别适合搭配拖地裤 或者是膝裤什么的 都挺好看的 就非常推荐的一双 因为它打完折之后 超级的评价 那今天说的这几件大衣呢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件绿色的 还有这件西装外套了 我觉得无论是它的版型 还有它的面料都非常的值得买 那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视频 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